現在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 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一個戰略叫做背靠背 背靠背是甚麼意思 就是俄國的背脊跟我們中國的背脊拍攝 大家都面向外面 可以放心地俄國的南面是中國 中國的大北方一條千多公里的邊界線是俄國 我們現在就不需要擔心對方威脅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合作是長長久久的一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可以放心地發展自己的經濟去互通有無 變成中亞這五個國家 我們中國在一帶一路當中的陸上絲巢之勞大就可以打通了 習主席跟普京會面叫做習普會 舉世關心 大家都希望給互相和平的機會 這件事全世界都很重視 這次習主席跟普京的會面其實都來得比較早 外交界估計雙方應該醞釀一些聲明協議需要有些時間 細估不到就提早了一個月 西方就估計中國是沒甚麼可能拿到甚麼東西 但細估不到在沙伊的和解之後 我們有一集說過中國華麗轉身之後又再接再例 迅速地由北京飛到莫斯科 這件事其實在國際外交界又是一次的驚訝 話說沙伊的和解本來大家都已經覺得是很驚訝 而且這件事的發展都很快 因為最新沙特阿拉伯又再邀請伊朗的總統萊希去訪問 伊朗就因而答應 加快沙伊的和解 連帶中東的和平局面都開始出現 特別是阿拉伯、也門 胡塞武裝組織和流亡政府的衝突 幾乎可以說是會化解 連帶日敘利亞很多國家都說 不如回到敘利亞加入阿拉伯聯盟 衝突那個快速的發展 令到我們國家覺得今次的華麗轉身是成功的 所以天時地利人和都在我們中國這一邊 所謂天時就是全世界都希望這場戰爭不要再打了 因為再打下去特別是我們都說過 很多窮國都真是可能會破產 最新大家看身份就知道 原來埃及這個古老的國家都擔心那些人不夠吃 總統就說可以吃雞腳 雞腳原來在埃及來說是被貓狗吃的 所以很多人覺得是侮辱 但想一下這也是一種辦法 你可以看到連埃及都那麼慘 所以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或者窮國 就覺得這場戰爭不要再打下去了 而且大家今天一打開新聞都看到 瑞銀收購瑞信我不需要多說 肯定跟這場戰爭有極大的關係 一個百年老店竟然打折幾百億就被人收購了 真是大家很唏噓 而且這件事未完 所以今時今日天時就是歐洲脆弱 美國混亂我們中國一枝獨秀 在國際舞台上來講光芒燦爛 很多都希望中國行快一步 跟普京快些有些協議 我們中國跟普京的這個會面 大家就會問想達到甚麼目的呢 具體利益有幾個方面 第一今次去的時候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敦都說了 我們中國堅持一件事就是 跟俄國達成一個全面戰略夥伴的關係 是一個不結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 純粹是一個和平之旅 跟俄國達成一些好的協議 要達到甚麼呢 第一俄國的石油天然氣都是世界頂級的 我們中國發展經濟需要這件事 換回我們中國有大量的供應鏈 我們都可以是出口 我們出口除了過去歐洲之外 俄國當然是大買家 俄國亦都開放遠東海參威 跟我們中國做那麼多貿易 所以是win-win的 第三來說 其實最容易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中亞 中亞五個大國吉烏、哈、土塔 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等等 這裏有五個國家 還有塔吉克 這些國家福原遼闊 所以大家記得看地圖 聽我們的片要看看地圖 這五個國家加起來 我來說佔了亞洲一個很大的部份 而且他們下面的礦藏豐富 石油天然氣都是一樣那麼多 過去我們跟俄國關係不是太好的時候 好像我們去中亞 就有少少俄國的勢力範圍 現在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 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一個戰略叫做背靠背 背靠背是甚麼意思 就是俄國的背脊 跟我們中國的背脊拍賣 大家都面向外面 就可以放心地 俄國的南面是中國 中國的大北方 一條千多公里的邊界線就是俄國 我們現在就不需要擔心對方威脅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合作來說 是長長久久一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所以可以放心地去發展自己的經濟 去互通有無 變成中亞這五個國家來說 我們中國在一帶一路當中的 陸上絲綢之路大就可以打通 這個陸上絲綢之路大 在一帶一路當中的重點 也是我們中國一個新的全球化的努力 記不記得我們說過 美國就是拆橋掘路 我們中國就修橋補路 這個一帶一路很重要 但如果沒有了中亞的合作 我們是很難的 所以這次跟俄國這個協議 就會令到我們較暢順地跟中亞國家合作 其實他們都很希望我們中國 在很多基建方面可以幫到它 好像阿拉伯國家一樣 還有第三來說 最重要就是在石油那裡進一步強化我們中國 跟這些產油局的關係 大家要知道 為何美國這次那麼不高興呢 表面他就說 沙伊的談判我通過沙特阿拉伯都知道 落地喇叉沙 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沙伊談判是秘密的 這次習譜會美國說其實不太好 因為中國是用這種手段掩飾俄國的侵略 白宮的安全發言人Kirby就說 中國如果這樣做的話 令到俄國的侵略更加有藉口 是不應該讓中國達成這些所謂和談的協議等等 即是大力的反對 因為如果中國真的跟俄國速成 跟烏克蘭談判能夠導致有和平的話 第一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 美國就輸了這一仗 因為美國就是不斷給武器 烏克蘭繼續打 用我們中國的說法就是拱火曉游 就不想戰爭停下來 就益了那些軍火箱 但是我們中國勸和速談 所以對比強烈 所以美國就輸不起了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經過了連串這些外交界震驚的舉動 如果中國成功地勸和速談 當然不是立刻 能夠在未來這段時間 最終令到烏克蘭坐下和俄國好地談 我們中國就是最有實力的一個是速談者 因為既然外交界很多人都說了 當今世界和俄國有辦法談又有實力 烏克蘭有肯跟你談的只有一個國家 名叫做中國 中國如果能夠成功替造和平的話 在全球外交界的威望 在全世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這個說法來說就會再一步得到一個印證 而且給和平一個希望 相反美國就是另一邊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跟石油有關 因為美元自從80年代就跟黃金脫鉤之後 轉眼就跟石油掛鉤 所以就叫做油圓 美元就是你買石油計價就用美元 美國就騎著中東很多國家 就逼這些中東國家就用美元來做交易 但是現在世界變了 習主席去年十月去了之後就在上海設一個平台 繼續跟沙地亞、白亞、聯酋這些產油大國 就去談可不可以本幣交易撇掉美元 雖然不是很高調很低調但美國已經感受到威脅 如果今次沙地亞、白亞、伊朗、俄國、中國 再加上印度這些所謂東升西降 東邊這些國家一起合作的話 一旦真是石油交易、天然氣交易撇掉美元的話 美國的霸權在世界就真正動搖 現在撇開美國的國債這麼厲害不說 石油那裡就是最後一個救命草可以這麼說 如果這樣也動它的話 美國就真是國運會加速插水 所以為何美國這麼緊張呢 還有今次習主席去跟普京去談 背後那個重大意義 對國際地緣政治未來的變化 對今後幾十年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的變化 都是非常有啟示性的 當然最後我還要揭露一句就是 我們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已經是十年 一帶一路是串連起所有亞洲的國家 尤其是中亞陸上絲綢之路這些國家 落到中東然後落到非洲 然後再通過歐洲 如果一帶一路能夠打通中亞 基本上一帶一路就不會有太多的阻力 這個就是我們生存求化的工程有望成功 只是這件事在全世界地位來講都大大提升 所以今天我們中國在天時地利 人和方面都是拿到最好 相反美國在這個直谷銀行的危機 所產生的一種人心的虛脅 還有特朗普擔心被人檢控 就會呼籲人上街支持他 所以美國的亂 歐洲的脆弱 跟我們亞洲的希望 一比較之下 中國的國際地位來講就大有提高 後面再跟大家分析 就是中俄之間的協議 能夠寫好之後 這個聯合聲明出來之後 究竟心願意義在哪裏 大家繼續看我們P&P的影片